各位朋友,上集說到月王勾錢 我身嘗膽,忍辱負重 希望一雪前恥,可以成功復國 他無所不欲其極,甚至厄屎 博得吳王扶差的信任 吳王扶差真的開始 這次對他減低了戒心 甚至讓他回到自己的國家復國 而越國在這個時候已經靜靜地發展他的國力 當時有一位著名的大夫叫文總 他是非常之能幹 在他的治理之下,越國的民眾上下一心 都決心要報仇 而且根據《史記》所說 越王勾錢甚至親自樂田 跟民眾一起耕種 也減輕負疫 百姓對他十分忠心 而且都是同仇敵蓋 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擊敗吳國 恢復國家以往的聲威 但這件事,吳王扶差卻蒙在鼓裡 民眾為了試探 吳國對越國是否有防範之心 所以故意直辭向他借糧 說饑荒 國家不夠糧食 當時五子衰還在朝廷 聽了之後,連王勸了扶差 但扶差最後借了糧給越國 而當時有個奸臣 吳國有奸臣百匹 之前兩集都提過 這個人是非常貪心、貪財 而且他一向是五子衰 都是眼中釘 他一心想獨攬大權 所以他切法想把五子衰趕走 他有一次跟夫妻說 他就說 大王,這個五子衰 當年連自己的父親和兄長的生死都不理 就走了去,離開了楚國 他現在怎會甘心為大亡效命 那我就跟你說 他遲早都會投靠齊國 你信不信呢 那扶差呢 就開頭就是不信他的說話 反而就是派五子衰出示齊國 而五子衰到了齊國之後 也不知道為什麼 竟然將自己的兒子 是托在齊國的包氏那裡 可能他們兩個關係不錯 那扶差看到這個情境 非常之不開心 也都疑心這個五子衰 是不是齊國的監製 或者是已經跟齊國打通了的關係 是對不過不理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後來五子衰回來之後 這個扶差就刺了五子衰把短劍 叫他自己搞定自己 叫他自殺 去到了結他的生命 那五子衰接過短劍之後 非常之生氣 他就這樣說 你當初邀請我一齊跟你自理國家 我都沒有接受 現在呢 即他意思就是說 共同自理國家 即大家這麼高這麼大 那麼五子衰都沒有去潛穴 他都是繼續作為臣子 去到去幫這個扶差手 但現在反而是認為他不忠 那五子衰非常之悲憤 也都跟吳王芙差說 你遲早一天都會後悔的 講完這段說話之後 他就忽袖而去 那而且呢 他在自盡之前呢 就告訴他的下屬聽 就說 麻煩你死了之後呢 不是 是麻煩你在我死了之後呢 將我雙眼挖出來 掛在城裡面的東門 我親眼見證呢 吳國被越國呢 是鎖滅 那麼事實呢 也都證明了呢 他的適見 也都呢 他的預言真是成真了 是的 吳國呢 最後呢 走上敗亡之路 那麼呢 我們上一集都提過呢 吳王呢 對外呢 年年征戰 但是年年就得利 是的 那麼扶差呢 認為呢 做霸主的時機都差不多了 所以在公元前的4882年呢 就率軍不上 和諸侯呢 在王池那裡會盟 希望他成為霸主 那麼扶差也都將精良的部隊呢 就帶了過去了 希望在諸侯面前呢 顯示自己的國力 令到各諸侯呢 就都是服氣 這個呢 共同推舉他為霸主的 特別是希望在這個強勁的進國面前呢 那麼扶差這一去呢 留在國內的士兵呢 都是老弱殘兵啊 越國呢 當然呢 承其不備 把握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向吳國呢 發起了全面的進攻 而當時扶差呢 正是和其他諸侯匯盟呢 那麼呢 那麼呢 他們就收到呢 這個士兵不斷的 報來的最新的國家的情況 那麼呢 他已經去了北方那邊 他沒有理由回頭 所以呢 所以呢 他呢 是想著呢 完成了這個 旺池匯盟之後呢 才翻轉頭呢 是對付呢 這個月王勾錢的 那但是呢 他後來呢 就是完成了匯盟之後呢 回到國家呢 哈 果然見到呢 越軍呢 已經蜂擁這個來襲了 是啊 那麼呢 他就非常之後悔呢 當初呢 不聽五子衰的良言 但是呢 已經為時而晚了 吳國的都城呢 已經是被越國呢 去攻陷了 哈 而 扶差的太子太子友呢 亦都被殺死 那麼 那越國呢 見吳軍呢 主力回國呢 那麼那一下呢 就想著暫時設兵呢 延和住先 那麼 但是過了三年之後呢 越國又再次攻打吳國呢 那麼 當時呢 吳國呢 已經是強勞之門 而國力呢 已經大不如前 那麼呢 被越國呢 是迅速打敗 那麼呢 而越軍呢 亦都呢 攻到去呢 吳國的首都 那麼 為什麼上次呢 吳一次過去到滅了吳國 因為當時 吳國還是挺強的 但是過了三年之後呢 此消彼獎了 越國呢 就國力越來越厲害 是的 但是吳國已經是越來越衰弱了 那麼當時呢 吳國的首都已經被攻陷了 吳王扶差呢 已經呢 即將會成為這個街下之囚 那麼 扶差呢 就想著 哎 跟歐錢說 不如好像以和啦 我那時候 我都放你一馬 是不是呢 都是給你做奴隸 後來對你這麼好 那麼 那麼開頭呢 就是歐錢呢 都有一些心軟啊 但是呢 身邊的范禮呢 就勸他了 上次你兵敗會契 是上天幫了不覺 但是呢 扶差呢 就沒有殺到你啊 現在我們有這樣的機會了 我們一定呢 不可以違背上天的旨意 他的意思呢 就是說 要殺了扶差 免除後患 那麼歐錢一聽到 就是這個 范禮的勸說之後呢 他覺得非常之有利 那麼呢 就呢 決定呢 殺死這個扶差 那麼扶差呢 都知道呢 哎 這個大難臨頭了 那麼他決定呢 就是 我不想受到你的屈辱 最後呢 他自己蒙面自殺的 那麼他為何蒙面自殺呢 就表示他呢 無顏面呢 見九泉之下的五子衰 嚴過呢 亦都是從此滅亡了 那麼其實我們去看到呢 就是 就是 月王歐錢呢 他是憑著他無比的堅忍 就是他那個 真是 是為了報仇 他是什麼都做得出 忍辱負重 他真是 就是 天字第一號忍啊 真是很厲害 甚至我們之前提過 就是說 他為了得到扶差的信任 在扶差病的時候呢 竟然呢 是願意去嘗試呢 逆扶差的糞便呢 去討好這個扶差 是 加上美人計 最後呢 真是被他成功了 那但是呢 就是 我們都看到呢 就是 人性那個 非常之陰沉一面 即他竟然是可以為了報仇呢 是做了那麼多呢 是違背自己的尊嚴良心的事 甚至呢 是演了出好戲 去令到呢 是扶差呢 是呢 調以輕心 也都呢 是博得了扶差的信任 那而呢 在過程的當中呢 這個月王勾錢呢 是得到民總和梵禮的幫助 特別梵禮呢 是出了很多呢 非常之好的戰略上的一個決策 那例如呢 其中一個例子呢 就是 當吳國不想去佛齊的時候呢 那麼 范禮呢 就建議呢 越國出兵幫助吳國呢 那麼勾錢知道自己的實力呢 沒有辦法 只好去討好這個吳國 不但出兵幫忙啊 而且讓越軍是打前鋒 那你也就是 啊 就是出盡力幫手去 幫這個扶差去打仗 這個扶差呢 搞到扶差呢 不信他呢 都很難了 所以我們見到呢 真是呢 越國勾錢真是一個 深謀軟淚的陰謀家 而最後呢 他呢 可以重新復國 甚至呢 他好像這個扶差一樣呢 是北上匯盟 成為了這個中原的霸主 那麼當然 這個 這個 勾錢成為了霸主之後 是不是天下太平呢 是不是所有大臣都得到好的回報呢 那麼 而這個范禮和民眾 是不是繼續輔助這個勾錢呢 那麼我們下集 繼續說這個月黃勾錢成為霸主之後的故事 特別我們下一集的主人翁 就是我們現在稱之為陶珠公的梵禮了 下集再見 可以 披動這個 感谢观看